這個有點嚴重 這是我們Corey Traditional Sports在 台船上 台船上 我們上了很晚 實際上這裡 我們建立了一個地方 叫做不拔敏捷路 先進去 先進去測試 它不拔 是不是能夠按照這個項目的需要 八個方向 左上 左前方 右上 然後左右 四個方向 每一個兩個支撐本 是不是能夠做出 經過實戰的時候所需要的 這些動法來 那麼首先是測試 測試完了以後 這類幾個的 這是一系列的 對於 對於 北京外國冠軍 無盡於訓練過一次 一個背影 這次 和這個反應 都還比較重要 這個是我們剛才 對話的一個總結 從中向來說 大概 為七百斤買 比較大的 那麼 數字體育 數字體育 數字體育實驗 我們在探訪大家 大家都知道 健身體育鍛鍊 對人的健康有好處 對人的生命的質量提升以來 對人的這種啟動 活動能力的增加以後 但是真正 把運動 把鍛鍊 貫穿的 才生命全獲得 這種人是少而又少的 在人口的這個比例當中 比例是不高的 那麼為什麼 我們分析了有些原因 就在於 這種傳統的這種 運動形式 它有諸多的 局限 對於總統來來說 也就是說 它需要固定的場地 它需要相對休閒的時間 有一些項目 可能還需要固定的對手 要非常好的 持續 那麼當然 這個也比較好的支撐能力 經濟支撐能力 和比較能夠自由自費的時間 但是這個對於很多人 做不到的 還有一點更關鍵 就是說 人都是非常功利的 我們每一點付出 我們同學們 這個這個 可能在某一個階段 會稍微放鬆一點 那麼這個時候 學業有點退步 大家都知道 那麼楊老師 爭奔一下 給大家鼓一下這個技 就很快上來 大家也都很輕 但是體育鍛鍊不是這樣 體育鍛鍊 它對人的這種 體質的出現是潛能化的 它短期之內 不可能看到這次鍛鍊 或者這段時間鍛鍊 會產生實際效果 因此 人的這種功利性 決定了 我能夠堅持一段時間 但是我很難把它堅持到 這個 所以我們 有沒有可能 發明一種新的運動 這種運動 把這個傳統項目 它所需要的這些 限制條件 把它去掉 同時 把每一次運動 對人的這種體質出現的 這個好處 那一點點好處 我們都把它提醒出來 有沒有可能發明這樣的運動 如果有這樣的運動 那麼一定有助於我們普通大眾 去堅持這種運動 從而出現大家的價格 那麼 基於這個想法 基於我們以前開發的這些工具 包括這次數字成績 是吧 這個大家都非常清楚 任天堂的位 是吧 據說已經賣出1760萬套 前 05年的時候 我知道它才賣出100多萬套 但是09年的數據就是1760萬套 謝謝 謝謝